Hello大家,前几天帮客人订到了一只包包 是一只中古包 那其实中古包在日本据说意思是二手包 但是呢,传来传去 包括关注这一块的朋友们越来越多 渐渐的大家给中古这两个字赋予了新的含义 中古包不再是二手包的意思 它除了是二手包或者说用过的包包之外呢 还可能会有一些限量的成分 还可能会有一些老包所特有的这些质地或者气质啊 可以这么说 以及通过这只包包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一个有一点点伤痕的包包 其实也可以那么好看 不知道大家留意到这个爱马仕官网的宣传视频没有啊 一个模特抱了一只包包 那这只包包非常有特点 什么特点呢 首先它是马鞭皮的包包 而且是中古包啊 我们所说的中古包其实是用过的很老的一只马鞭皮的包包 那只包包是一个柏金35啊 很多人会说像35这样的尺寸才能够显示出柏金包的魅力 我个人是可以同意那么一些些的啊 这只包包也是一样是一只柏金35金钟金扣的包包 这个包包的皮革不是马鞭皮 是Epsom皮 Epsom皮在应该在我入行的那些年啊 在各个皮革里面算是最高的 价格是最高的 价格高一定有价格高的理由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它看一看 当一只Epsom皮的包包在用过 比如说十几年 或者像这只包包是低克 也就是2000年的包包 到现在有20年的历史了 那它的表现是如何的 首先呢 这个包包是一个原始橙色的包包 就已经非常让我感动了 从整体的感觉上来看呢 这个包包可以平定到95成心 95成心 但是呢 如果大家看一看这个边角的磨损的状况之后呢 大约能给到它9成心 或者像我如果保守一点的话 可能会给到它88成心这样的一个定义 但是呢 88成心并不代表它方方面面 很多地方都有问题啊 相反啊 相反这个包包是我所见过的 比较就是在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正常使用之后 比较健康的一只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它的金属 像我们昨天聊的一个大象灰金扣的凯利尔巴 那个包包的金属呢 就已经出现这种像头发丝一样的划痕 大家如果有经验的话就知道 如果丝了膜正常使用一段时间 这个金属上一定会有刮花 不用管它就好了 大家想象一下马鞍上面如果一个金属件或者什么东西 你会一直给它包着膜吗 不会 正常用就好了 而且你也用不坏它 一般来说用不坏它 除非真的是暴力去破坏它 所以这是这个老款的金属件可能会更耐用一些 因为当年的涂层还是比较厚的 第二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消耗的部分是哪里呢 一个是缝线一个是什么边油 对这个包包的边油啊 尤其是这两个位置 就是手柄上的内侧 两个手柄的内侧 它的健康程度非常好啊 作为一个原始橙色的包包 我很诧异它并没有把这个外面的边油消耗掉 有朋友叫油边 有朋友叫边油啊 并没有说消耗掉 也许是当年的这个边油的技术和现在的不一样 总而言之 我看到有一些这个二手包包在用的时间久了一些些之后啊 只是几年的时间里面用的频繁一些 就会把这个边油磨掉 然后看得到里面这个一层一层的皮层啊 皮层缝合在一起的这样的状况 边油是消耗品啊 大家可以在这个送去保养的时候 不用特别说明啊 专柜就会给你做 打开扣子 我们看一下整体的状况 里面目前我是放了一个 薄金35的内胆包啊 是之前我有做过它的视频 像Epson皮这个皮革的话 会相对有一些硬度 用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啊 以及它的钥匙所 它的附件呢 就只有钥匙所 这个组件 还有一个老板的防尘袋 小的防尘袋没有了 然后嗯 它的内里底部啊 并不像我想象的 好像用了很久之后 它的内里底部会坑坑洼洼洼 比如说我们日常所用的一些钥匙啊 或者一些手机充电宝等等等等 都可能会给它这个底部压强比较大的地方 会造成一些划痕或者压痕 但是呢 这个只是轻微的一些痕迹 除此之外 在感官上我会觉得这个皮革 好像比我之前撑过的 薄金35的重量 就Epson皮的重量 好像要重一些啊 有些人说这个是 幸存者偏差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存的 比如说20年的这种中古包 大家拿到手上会觉得 哦 还是以前的这个工艺好 还是以前的皮革好 那幸存者偏差是说 因为它这只包的这个做工啊 或者是皮革呀 会更好一些 所以它才留到了现在 那些没有留到现在 没有办法再流通的 已经破损到不能再用的 没有机会拿过来给大家展示啊 这可能会有些道理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说服我 还是感觉这个老包的质地会很好 这个包包的新主人 他是想要买到之后 让曹师傅做一个保养 让皮革更加健康的保养为基础 然后再适当的 比如说补一些颜色呀 或者做一些其他的 可以做的内容 然后呢变成自己平时啊 自用的一只包包 但是这只包包当我拿到之后 我觉得我会建议它 或者说我会建议曹师傅 尽量少的去做颜色 对因为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它的这些划痕 你完全不会觉得 哎呦怎么怎么怎么旧了 怎么破了 怎么怎么这个有磨损了 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 一切都是应该的啊 存在即合理 就会觉得这个包包的价值 可能就体现在它的那种中古气息上 可能在视频中 大家唯一感觉到的 就是它这个部分 好像有点内线啊 应该是在存放的时候 没有做填充 比如说像这样的躺着放啊 或者是放在防身袋里面 一直存放的时候 没有做填充 正常像这样放一些东西 或者大家 呃不放那胆包也没有问题啊 经常使用的话 里面做点填充 哎就恢复成这样了 所以整体的这个包型还是不错的 比那些就是龙骨断掉啊 就站不起来 直接往那躺的那种包包要好很多 在20年之后 它的这个缝线啊 刚才我们聊 呃边优和缝线是消耗品 它的缝线是有一处 看得到的啊 有一处断了 当然大家知道 不会波及到其他的部分 我一直以来对Epson皮 好像有一些些成见啊 就会觉得它呃 不属于这种传承皮革 但实际上 像像我们国内经常说盘啊 像这个包包好像是盘出来了一样 就会觉得让你 让你会心生欢喜 就是会觉得它是 它是中古包的一种代表 一种风范啊 就是那个范儿是有的 最近几天呢 迷上用什么 用这个放大镜啊 用放大镜配合手机来拍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包包 为什么说它是原始橙色啊 在棱角 包括它皮面的部分 当你用放大镜在看的时候 能够看得到 它每一个颗粒上面 Epson皮是有带颗粒的 对不对 每一个颗粒上面 都有非常细小的毛孔 看起来会非常自然 非常漂亮 为什么我们不建议 这个包包拿去 做第三方的护理啊 在护理之后 可能这种非常自然的状态 就没有了 是不是用一段时间 然后送去专柜护理一下啊 可能在两三千人民币 这样就可以做一次护理 这样的话 边由缝线 以及这个颜色 都能够重新做一下 未来再流通到二手市场的话 它的价格价值也都OK啊 不会因为第三方做过这个护理 就会变得这么怎么样 把这个选择的权利 交给它的新主人啊 那我个人是倾向 做一些 简单的上油保养 让皮革吸收吸收油脂 因为毕竟这么长时间了 可能这个强度有所下降 让它恢复了 健康的这种程度之后 整体的包包的效果 我想会更好一些 好的 今天就是它了 带大家感受一只 Epson皮的中骨包 好我们明天见拜拜